怎么少了个金酒杯 要是提起这个接地气的小故事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丞相 这个人叫祖廷 这个人有一个跟他身份地位 结不相符的特点 他爱偷东西 他向人家家里边做客 吃完饭 人家开始收拾桌碗 发现丢了两个高档的瓷盘子 挺贵 主人就怀疑 是厨子拿的吗 祖廷还跟着帮他 肯定是 是刚才那小子拿的 老的大脖子粗 一看就是吃瓷盘长大的 厨子也不是好惹的 我没拿呀 不信咱们搜吧 不光是我 在座的各位咱都得搜 咱也不知道他哪那么大胆 敢搜客人 主人还就同意了 大伙互相搜吧 一搜不要紧 发现这盘子就藏在足艇的怀里边 足艇也没办法 笑嘻嘻地拿出来 你看这我 我跟你们斗着玩了 你们还当真的 打这起 他爱偷东西 这名声就传开了 大伙都防着他 这样一来呢 足艇的偷盗难度就高 但是刻苦钻研 研究出别的办法 有一回 渤海王高欢请客 用的是金银的酒器 喝着喝着发现不对劲 怎么呢 怎么少了个金酒杯啊 大伙开始找 在这个高欢手下 有一个叫窦泰的将军 瞟了一眼足艇 说 祖大人是您拿的吧 足艇不承认 孙子拿的 不信你搜 你说这就脱衣裳 窦泰说 那咱们打个赌 我要从哪搜出来 您就把哪切了 您看怎么样 足艇说行 结果呢 这个窦泰抽出刀来 一把就刺进了足艇头发 把金酒杯揪出来了 他藏在这儿了 紧跟着窦泰也不客气 把足艇摁倒在地 一刀接着一刀 给他剃了个光头 哎呀 围观了群众 没人来 都跟着看热闹 哎呀 足艇这个人丢的呀 发了毒誓 这辈子是再也不偷东西了 对了 对了 好